乌克兰输了是因为自己作死 但是欧洲输了是吃了个瓜就输了 出兵乌冬是普京不得已的选择 俄罗斯会有一些收获 但绝非上策 俄罗斯的上策是在经济上整合欧洲 当俄罗斯和欧洲的经济高度融合的时候 美国就会成为尴尬而多余的第三者 关注土豆 今天就和大家聊聊 俄乌冲突走到今天 谁赢了谁输了呢 也欢迎将您的高见打在公屏上 大家一起交流 好了长按点赞 我们接着看 一个坏土豆作品 播讲小兵 出兵乌冬是普京不得已的选择 俄罗斯会有一些收获 但绝非上策 俄罗斯的上策是在经济上整合欧洲 当俄罗斯和欧洲的经济高度融合的时候 美国就会成为尴尬而多余的第三者 俄罗斯有粮食 有能源有矿产 这些都是欧洲迫切需要的 而欧洲有技术有资金 这也是俄罗斯需要的 但是美国必然不会答应 我当年费了多大的劲 杨古日德法西斯策动了二战 多亏了我 终于解放了欧洲 我打下了江山 凭什么好事都给俄罗斯 凭什么让俄罗斯去挣钱 我拯救了欧洲 不应该是我来收税吗 的确 如果美国放任不管 俄罗斯和欧洲越走越近 当经济和资源高度融合的时候 俄罗斯威胁论会不攻自破 证明欧洲根本不需要美国进行保护 俄罗斯有欧洲所需要的资源 而美国呢 不仅仅是科技等领域的竞争者 还要对欧洲进行抢劫 到时候美国就傻眼了 天呐 我干了什么 我解放了西欧 我瓦解了苏联 结果他们走到了一起 我成了多余的 成了最大的输家 我到底干了些什么 是的 粮食 能源 军工 美国倒是俄罗斯的竞争对手 到时候美国的粮食 能源出口全部面临威胁 而且军工复合体 再也没办法给欧洲卖军备了 以意大利为例 45%的天然气 35%的小麦都从俄罗斯进口 从2022年之后 整个欧洲的经济都不景气 CPI涨得不仅仅是美国 欧洲也一样 这些民生基础 一旦不能从俄罗斯进口 就只能从美国买更贵的 还有 意大利还有30%的小麦 是从乌克兰进口 现在不涨价都不行 但凡西欧的一些国家政府 心里还有一点民生 都不希望制裁俄罗斯 至少不能终止对俄罗斯的出口 否则物价会进一步飙升 但是很遗憾的是 昨天说过 北溪二号已经完蛋了 而这种完蛋还仅仅是一个开始 德国为首已经开始了 对俄罗斯的制裁 德国人说 这到底是在制裁俄罗斯 还是美国在制裁我们呢 所以欧洲的基础物价 会进一步飙升 从五眼联盟开始 到日德法 美国的盟友们 已经按照亲疏远近的顺序 开始表态了 欧洲各个国家 最后也一个都不能少 现在最高兴的 当然是美国的能源商 各种出口商 华尔街证券商 和军工复合体 他们都赢了 可德国想停止 俄罗斯的进口吗 除了绿党 这个美国的纯种狗腿子 其他政党都不愿意 但是不愿意 有什么办法 谁敢不愿意呢 当年美国要制裁伊朗 欧盟还抵抗一下 结果欧盟的企业 瞬间如鸟树散 逃离了伊朗 这次俄乌危机 美国的重要工作 就是狠狠地收拾德国 尤其是在特朗普的四年 美国都感觉到 德国几乎失控了 和俄罗斯越走越近 所以乌克兰和欧盟都输了 俄罗斯呢 俄罗斯也输了 不过输的不多 政治上还捞回点分 俄罗斯的十大贸易合作伙伴 分别为 中国 德国 荷兰 美国 英国 土耳其 意大利 韩国 日本 波兰 你看这个名单 就知道俄罗斯挺麻烦的 因为十个里面八个半 都是美国的狗腿子 我说的半个是指土耳其 因为现在土耳其 不怎么听美国的 但是一定会对俄罗斯做底起价 要知道 2014年俄罗斯收回克里米亚 连续几年经济上被弄得奄奄一息 当然 这里并不是说这个行动是错误的 而是必须要做出的 其实看了俄罗斯的这个名单 也能感受到 为啥对比2008年 我们现在对美国有了更大的底气 第一是 虽然我们外贸总额在提升 但是占整体GDP的比重却下降了 我们的内循环慢慢的起来了 第二 美国和他的盟友们 贸易比重对我们在下滑 东盟已经成为了我们最重要的贸易伙伴 而美国是控制不了东盟的 否则我们的08年的时候 贸易结构和俄罗斯差不多 我们也难受得很 贸易伙伴不是美国 就是美国的狗腿子 怎么办 现在 美国已经对俄罗斯启动了第一批制裁 包括制裁两家俄罗斯大型金融机构 扩大主权债务禁令 制裁五名俄罗斯精英及其家庭成员 那么美国后续会怎么做呢 首先美国肯定不会动用武力 因为他不敢 美国要真瞎了心 敢动用武力和俄罗斯干起来 那我做梦都会笑心 其次 美国会支持乌克兰人维护国家统一 希望继续煽动战火 把局势搞乱 其次 美国会加大对俄罗斯的制裁力度 但是这个力度会适可而止 会放在一个让俄罗斯死也死不了 活也活不好的地步 但不大可能会将俄罗斯踢出 Swift系统 当然也不会冻结整个俄罗斯的贸易 否则美国真把俄罗斯逼到经济崩溃了 俄罗斯停而走险 心想横竖是个死 快速吞下整个乌克兰 美国就要傻眼了 而目前的这个局面 俄罗斯周旋的局面还是有的 就是将乌东地区和乌克兰 作为整个与北约抗衡的棋局与缓冲区 而且这两年 俄罗斯的抗制裁能力在加强 一方面是抛售了大量的美元美债 一方面和中国的贸易关系在不断加深 但是俄罗斯和欧洲和解的局面被彻底终止了 两年前俄罗斯还是有这样的机会的 当时法德动不动就说我们不能和俄罗斯谈谈吗 而特朗普有时候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伴随北溪二号管道的修建 是存在一些微弱机会的 但现在都白瞎了 在俄罗斯的立场上 因为美国的一再挑衅 承认乌克兰东部的顿内茨克人民共和国 和卢干斯克人民共和国 这是俄罗斯不得不做的事情 首先要说明一点 官方立场不可能表态支持这个事情 为什么不能支持 我就不说了 但是这个行动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看了普京昨天的演讲稿就知道了 俄罗斯因为这个事情 心里是很憋屈的 普京昨天批评了列宁等一群人 为什么批评呢 普京说 现代乌克兰是苏联创造的一个国家 听了这个话是不是比较熟悉 就好像是印度是英国创造的一个国家 但接下来普京就开始骂了 就好比说英国创造了印度 为了让印度感恩 把爱丁堡和伯明汉送给了印度 俄罗斯说英国是把印度当作原材料基地去掠夺 我们可倒好 把核心港口克里米亚 工业区顿内茨克和卢干斯克送给了乌克兰 这还不算 一直拿俄罗斯的经济去补贴乌克兰 我原来说过 欧洲那块就别谈什么正义不正义 什么公理不公理 就是一群黑社会互相抢地盘 俄罗斯强大了就灭了波兰 波兰强大了 被灭的可能就是俄罗斯了 在这个前提之下 俄罗斯花了上百年时间 死了无数人搞到的克里米亚 结果赫鲁晓夫一高兴 直接送给了乌克兰 你说俄罗斯人心里能不憋屈吗 如果说乌克兰是靠本事抢到的这些地方 也就算了 关键是白送的 再说了 克里米亚 顿内茨克和卢干斯克里 生活的都是超过70%是俄罗斯人 当地说的都是俄罗斯语 这俄罗斯能甘心吗 所以在国际秩序上 我们不太可能承认顿内茨克人民共和国 和卢干斯克人民共和国 但对此我们可以理解 这次乌克兰危机 最大的输家是乌克兰 泽连斯基现在才知道 拜登不是让他去打俄罗斯 而是让俄罗斯去打乌克兰 于是乌克兰跑到联合国去告俄罗斯 结果俄罗斯是轮值主席国 俄罗斯说 你为啥状告本宫 第二大输家是欧洲 如果说乌克兰输 是因为自己做死活该 欧洲是啥都没干 吃了个瓜 看了个热闹就输了 德国总理舒尔茨已经宣布 在俄罗斯乌克兰冲突的背景之下 随后在美国的进一步制裁与命令中 欧洲各国可能都不得不停止 进口俄罗斯的天然气和石油 而去买更加昂贵的美国能源 怎么办 没办法 欧洲只能安慰自己 美国人虽然坏 但只是收点税 但俄罗斯更坏 美国要钱 俄罗斯要命 美国渲染的各种俄罗斯威胁论中 确实也是这样说的 但是其实在历史上 美国下手一点也不比俄罗斯轻 二战快结束的时候 近百万德国军队发了疯的向西线跑 他们就一个目标 向美国人投降 因为他们在苏联血债累累 死都不敢落到苏联人手里 而对于美国人 他们还真没做过快事 就算抓到了美国战俘 也没虐待过他们 还是正儿八经 按照日内瓦公约处理的 结果万没想到 埃森豪威尔还是德裔美国人 对他们一点也没手软 全部关进了莱茵大营 被饱受虐待 饭都没得吃 由统计莱茵大营里 大约死了75万德国战俘 死亡率一点也不比到苏联的低 苏联把德国人弄到西伯利亚去 毕竟是德国人作恶在先 苏联总不能拿着枪 打到柏林去和他们开晚馈吧 但是美国在德国做的恶 可是一点也不少 二战后美国对德国下手不轻 美国大兵对自己的盟友 英国 法国也没手软 这些原来写过 今天就不再重复了 现在呢 也没好到哪去 阿尔斯通的皮耶鲁奇 被关押在罗德岛的小黑屋里 充分享受了美国式的人权 不过 他们苦日子就要到头了 等着吧 还有十年 最多二十年 会有人去解放他们的 你猜是谁呢 好了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 关注土豆 点赞收藏不迷路 精彩内容下期继续